由佛光山丛林学院 还有南华大学的宗教学研究所 所举办的全国佛学论文联合发表会 日前同样是在佛光山的云莱集会议厅来登场 邀请超过全台有200多位的佛教相关领域学者 来分享交流 齐唱三宝颂为活动揭开序幕 第34届全国佛学论文联合发表会 日前在佛光山举办 会集全台27所佛学院大学等相关领域学者 为佛教学术研究展开发表 论点在佛法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也因为透过论点 我们可以对佛法增加更深的智慧 去除更多的疑点 所以透过论的方式 让我们真的对佛法的义理 可以更加的深入 透过造论来深入佛教义理 新宝和尚强调断移生性 凡去除疑惑 就会对佛法产生更坚固的信心 期盼透过联合发表 促进佛教学术发展 我在这里寄望 寄望说未来我们这个平台 能够帮助今天台湾的佛教学术界 不但学术研究的提升 更能够为这些佛教创下来的 教育机构 佛学院提供更多的师资 人才 使我们未来能够 不但在台湾 在继续过去一样跟国际连结 发挥我们佛教学术的领域 超过200多位学术研究者还会云集 从佛教文学 哲学 以及宗教等方向提出论点分析 期待未来能够拓展 更完善的师资以及结构 开展台湾佛教学术研究的新视野 云经卫视王上益正人宗高雄采访报导